农烟传出警报声响起 新北市立联合医院护理之家 进行智慧消防编组演练 模拟发生大火时 这里住的都是行动不便的长者 该如何协助他们逃离求生 避免新庄台北医院护理之家 发生了暗夜大火 再次悲剧重演 新北市政府新团队 一上任没有蜜月期 并且展现维护公安的决心 确保护理之家这类的避难弱势场所安全 由新北市副市长谢震达 率领公安联合机查小组 前进新北市联合医院护理之家 进行消防公务等等的联合机查 强力要求业者维持场所的出入口 安全梯走廊等逃生避难动线 同时员工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 确实完成通报灭火 避难疏散以及阻止火焰扩散 等各项编组工作 农业年也快到了 然后接下来又有四天的过年的年假 所以我们先从自己做起 从我们的联合医院的护理之家 来检视他的联合机查 看他整个公安有没有达到一个必要的标准 也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消防的演练 让我们发生灾害的时候能够有快速应变的措施 让灾害的损失能够降到最低 除了在护理之家进行机查之外 从明年的1月7号到23号 消防局有鉴于避难弱势场所的骑楼 常会有机车停放 或是衍生众火案阻碍逃生 将会针对老人福利机构 托婴中心 公共托老中心等地方的法定骑楼 张贴骑楼禁停宣传贴纸 也会针对骑楼围停的机车厂 来进行加强劝导取缔的工作 中家新闻林立有六番刚 板桥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